主料,茶鸡蛋四个,辅量,韭菜一小把,西葫芦半个,虾皮,盐,香油,花生油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锅内花生油烧热,倒入打好的鸡蛋,炒熟自然放凉,韭菜切断,西葫芦擦四几干水分,淋入香油搅拌均匀,加入虾皮和一,盐搅拌均匀,面加凉水和后软一点行15分钟, 做成一个一个小剂子,用手压扁,用擀面杖擀成边上包中间厚的馅饼皮,放上条好的馅,像包包子一样捏上,在手上来回压扁 饼铛商业后,刷上一层花生油,放入做好的馅饼,盖好盖,在饼铛的灯面后,将馅饼翻去另一面,盖好盖,饼铛的灯再次面后即可开吃了,烹饪技巧,经验分享 其实我以前都是用家里的炒菜锅烙的,味道一样的好吃,就是没这样省事,不过感觉比这个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